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五周年的第三弹活动已经正式推出了 那么这一次就来看一下这次第三弹的活动有什么啦 总之从这个开始吧 这个是第三弹活动 从2月21号下午3点正式开始 然后还有新的超绝难度的关卡 Infinity Dragon History 无穷无尽的龙珠历史第六弹 第六次的活动 然后有这个极限jack可能的L奥卡 非常棒 竟然这张L奥已经可以极限jack了 那么我们可以期待未来 把一些像顶上决战的那些 纪悟空 丽菲莉莎那些 也弄出来极限jack吧 他们已经太老了 首先就是第三弹的这个特别纪念的video 只要登录的时候就会看到 然后还有新增5周年的mission 就可以拿到最后一张55年抽的券 再来的话是这个 Todoke Kibo no Hikari Kanbare Trunks Campion 希望之光 加油 特兰克斯 算是就是讲要打赢这个极限jack area 它才会收集到7 等下从另外一边去看一下 2月21号下午3点start到2月26号 这个就事件其实也是跟之前的一样 比较赶 不然基本上只要有打这一只 Damast的话应该很快就会结束了吧 再来就是新增的这个极限jack area 我们的L.O.Jamas 这个真的是其实让人蛮兴奋的 可以这个极限jack的L.O. 太帅了 太棒了 然后就是这个啦 无穷无尽的龙属丽丝 第六关 再来就是三年修的特别mission 最后的两弹其实基本上就是 不断的拍送龙属啦 好 直接看这个先 希望之光 只要打这个极限jack area 人间零计划的这个关卡 它就能收到7 只要打赢就会拿到1气 然后总共要拿到120万的气 看一下它的这个奖励 step 1就是30万的气 收集到两颗龙属跟一些 潜在能力翼啊 5周年的Coin啊 修炼场所还有这个修炼道计 60万的话是三颗龙属 基本上比较重要的就是龙属啦 90万 5颗 step 4就是打到完120万的 有那个新的壁纸跟5颗龙属 还有老界王三颗 这些都是比较有用的东西啦 然后这张也是很帅 非常的漂亮 这张新的壁纸 太棒了 这个基本上完成难度不大啦 只要是在玩这个游戏的人 一定会去挑战的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 纪念Mission 第三弹 DailyMission的话还是照旧啦 然后这个第三弹的话 有一个这个 特殊贴纸 可以拿到 只要完成全部任务 全部任务解锁的话 有一颗 它的任务是20颗龙属啦 算是不错的 直接看第三弹任务好了 第二弹 第三弹 首先就是这个 第一个就是Stagy 5回合Clear 就是过关5次 就有这个55年抽卷的最后一张 就可以入手了 然后10回合Clear 5周年的Coin 跟这个 睡眠老街王 指定的Category編成 这个的话 刚才有去Tag一下 是那个巨场版Boss的 类别偏成一体 加入进去 就可以了 然后 No Damage 没有受到伤害 5回合Clear 用必杀技来终结 完成那个关卡 5回合 2分未满 5回合Clear 2分钟内打赢了 Supporter Item Rotskary 使用倒计完成1回合的这个关卡 不使用倒计5回合关卡 完成5个关卡 再来的话就是100,200,300体力消费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5周年的所有指定Mission完成 就可以达成 然后就是有特殊贴纸一张 以及龙石20颗 这一次的第三段任务 其实Dotter到来只有21颗龙石 超级少 Hive最后最后的最后会给我们多一点 结果 也就是这样子 罢罢罢罢 接受了 这个特殊贴纸就没什么东西了 只是告诉我们可以怎么用罢罢 OK 这边就是这样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Event 首先是这个啦 极限Zack Area 人间零计划 L Al Jamax的 极限Zack关卡 开放到3月3号其实时间比较短 可是这个难度还不算太大啦 等下稍微会去打一下 因为我也是打到剩下最后一关 多打一次就能把它给完成极限Zack了 难度还算是OK 呃 偏程挑战必须要的对象就是这一支啦 所以首先就是必须把这个 这个 Zack Zack 给Dock 看至L Al 你才可以 打到这个关卡 他有没有说要这样开启呢 呃 只要把这个物以人间零计划的全部关卡 全部的难易度 Clear 它就会开放了 然后挑战可能的对象是L Al的这个Zack Mas 例如 再来自这个 Super Saiyajin 呃 数数的 伍特 然后 这一支是免费卡的这个 这次5周年的悟空 Govas Mai 自数的Mai 然后这个L Al的 伍特 再来就是隶数的Begid 藍贝 免费卡啦 这张 然后 这一支是武道会的悟空 这支隶数的特兰克斯 这支其实这支也是不错 如果真的是没有什么卡 没有抽到这一支的话 就可以用这支来代替 因为毕竟 到时候那个关卡内的对象是提数的 所以用隶数会比较好 OK 挑战可能的这些全部就是这一些啦 不过未来篇的角色其实是非常的强啦 所以不怕打不赢 OK 然后 他也只有一个回章彩色回章罢了 所以就只有一个关卡需要打 不断的重复打就OK了 然后他极限Zack之后 其实他不增加等级 只改变他的必杀 超必杀 队长技以及被动 不过其实以L Al来说 150L已经是很够了啦 他的体质3V来说都是可以了 所以重要的还是他的被动增强啦 OK 首先看一下这只L Al Jamax 他极限Zack之后就是 队长技稍微增强一点哦 司空穿越者的类别气力加3血 攻防100%up 然后被动的话就是自身的攻防59%up 稍微提升了一点 原本是50% 其实提升的幅度不大啦 然后受到攻击时自身的气力加1 最大加6 原本是加5 这个是变成加6 然后敌人2体以上时必定追加攻击 并且中确力必杀发动 这个的话就没有提升 最后的话 终结敌人时 这个Zamash本身终结敌人时 打到敌人啦 再增加攻防20%up 然后最大59% 原本也是 最大原本是50%的 这个是极限Zack之后变成59% 如果能把他的被动完全启动的话 就是打倒三只敌人 从原本的125%变成152% 稍微有提升个20%的那个能力啦 还算可以接受啦 必杀技方面就还算OK 必杀技24level以上的时候 就会变化他的这个必杀啦 然后127的话就是原本只降防 现在可以降攻跟降防 然后最后这个超必杀变成 Etern Attack to Defense上升 原本只是Defense上升罢了 现在连攻击都上升 所以还算不错 OK就是这样 最后的话就是这一个啦 增加的这个是Infinity Dragon History 无穷无尽的龙珠历史 第6关 这个是未来特兰克斯篇 果然最后一个关卡是对上神剑大特 属性方面的话是 力数之数之 技数提数 OK啦九回战 然后 有没有这边没有他讲到任务要求 不过没关系 到时候会去打他 到时候才来讲一下 大致上就是这样 那么最后的话就来挑战一下这个极限 多数会给这一只好友队长 一定是给这只探克斯 然后我方的话 如果有这只卖艺是最好的啦 把它拿来做队长 就全部人都可以吃到队长 要不然的话就是只能使用这一只 扎马斯了 OK那我直接开始吧 我的队伍是以下这样子啦 算是我个人觉得会比较好打的 尤其是那一只树伍特 对上扎马斯的角色必定暴击 并且有400%的那个攻击提升 算是OK的 OKOK 重点就是不要让蚂蚱将吃到那个 必杀吧的 不然的话绝对是 痛到爆 OK好 基本上是难度不大啦 因为以这个蚂蚱将做队长的话 我们的血量可以乘到29万左右 当然啦 必须要有那两只L要存在咯 隶属的蓝贝跟 那一只隶属的扎马斯 然后他们的情节也开到完啦 当然是要开到完 不然的话血量那些都撑不上 OK还不错 把血量稍微回回好了 打这个的话 因为他会有 算是连战啦 有第二回合变成这个 合体杖马斯 首先先请他一发 这个主动机 628%的攻击力 而且必定灰心这个就非常有用 所以基本上有抽到这个素数的武特的话 会很好打 相对轻松的打 然后这一只杀马斯的话 也算是非常好用 在这边的话 它是很好用来撑伤害的 被打完全不通 中一个必杀才2万4 如果是那只素数的大腿 素数的武特被打到的话 基本上是10万起跳 OK就这样子就打完啦 非常的快捷 因为要妥善的利用那两只地鼠的啦 然后埋将在场的话 又能增加30%的攻防 非常好 OK 最后就让我来把它给完成极限zack吧 就行 非常简单 OK 可以搞定啦 基本上这些 玩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感觉啦 不会算太难啦 只要稍微小心一点 不要让 不要让那些防御力比较弱的角色被敲到大角 就算是会比较容易过关的 因为这个关卡内 它不会联放必杀啦 所以稍微小心一点 是OK的 好 那么这就是以上 5周年第3弹活动的全部内容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Mata ne